主席有請陳部長 主席有請陳部長 陳部長好 其實今天我們排審的 那個黨產條例相關法案 總共有七條 其實這是高政治議題的法案 那外界也非常關注立法院的戰況 那等著看民進黨如何出招 國民黨又如何接招 其實本席相信 第三次的政黨輪替在即 蔡英文主席應該不希望 新國會新政府上任立即 就演變成朝野對立的局面 更不會想要把轉型正義 無限上綱的成為政治的追殺 部長您認同嗎 是 好 那其實我們的政黨條例 除了國民黨版的政黨財產監督管理條例以外 我們政黨法草案比較有相關聯 那其他的大部分都是民進黨的不當黨產 其實在立法目的都是為了追討國民黨的黨產 其實不僅針對性是非常明顯 在立法部分條文法法協上都有一些爭議啦 那本席也建議進入條例進入逐條審查之前 是否主委可以辦立法院應該要先辦一個公聽會 遵徵社會各界的意見作為我們黨產條例的立法參考啦 那國民黨黨產有多少其實大部分的民眾都不知道 那其實在以前的威權時代很多事情都缺乏很多的法律規範 制度面不完備 部長您覺得是嗎 這也是一個歷史的事實 對 那然而現在時代真的世界不一樣了啦 時代不一樣了 那現在的時代就民族 人權 法治 這三種價值觀已經是我們台灣社會的基本信念 您認同嗎 是的 對 那立法認為說為了順利順應新時代嘛 我們應該要接受外就是外界及民意的檢驗 那國民黨自己要轉型正義我們的黨產 我們的黨產已經成為國民黨的包袱 那常常成為外界批評國民黨的理由 對政黨形象真的傷很大 部長您認同嗎 是的 對 那本席知道很多人認為 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就會護航黨產嘛 那國民黨的立委一定不願意追討黨產嘛 其實大家也看到 上清期國民黨的黨團已經對外公布決議嘛 要求黨中央積極的回應民意 把黨產扣除黨工退休金以後 全數捐出來 然後呢到公益團體跟政府 用於青年的訓練跟照顧弱勢家庭 部長您覺得這樣的決議對於國民黨來講 會不會 黨產爭議會不會有幫助啊 這個因為是國民黨的事情 但是我剛才也說過 任何一個政黨如果願意把他的財產 捐出來做公益 站在政黨的主管機關來講 我們都覺得是好事情 好 其實二十年來台灣民族發展已經在亞洲 其實首頸一指啦 可以說這樣啦 可是呢台灣的經濟發展 現在亞洲已經落後一大截了啦 那台灣主要轉型正義 不僅在學術界的研究課題而已 也是在亞洲其他國家參考的指標 本席認為啦 不管任何政黨應該要守法 這是我們民主國家基本的原則 不曉得部長您認同嗎 對這也是我們基本的原則 每一個政黨都應該守法 好 那可能後面有幾個問題再請教部長 就是在法制面上來看 目前政黨相關的法律都不完備 其實幾十年來我們只有我們的人民團體法 可是人民團體法就有一點鬆散 規範比較鬆散啦 那在記得在十幾年前就在89年的時候 曾經提出官方版的政黨法草案 不曉得部長知道嗎 現在已經105年了 我們內政部在89年就曾經開始 幾度的把政黨法送到立法院來審議 可惜都沒有完成審議 都藉其不續審 那麼現在的這個政黨法草案 我們已經又送到立法院來 我非常的期盼 這個草野能夠就政黨法的部分 能夠加以審查 那將來我們在政黨的規範上 不管是財產或者其他方面 有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法律來做規範 對政黨的發展是有幫助的 對 所以您的意思是說草野缺乏共識嘛 那本席也注意到了 許多政治人物 政黨或派系都成立了基金會 請問部長 內政部有沒有統計到這個數字 目前政黨或政治人物成立的基金會 到底有多少個 那基金會有多少資產您知道嗎 我們沒有特別統計 喔 那所以基金會就不用統計囉 因為他這個就如同您剛才所說的 以現在的這個法系來講 他是一個基金會就是一個社會的團體 他並不是跟政黨之間並沒有特別的連結 所以也就分屬由各個這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按他成立基金會的目的 由來相關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來主管 所以您說的是這些基金會的財務狀況透明嗎 內政部也沒辦法去監督和管理囉 現在是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來管理 那目的主管機關是 但是一般來講我們都是 對人民團體都採取比較寬鬆的管理 只要求他在每年要把這個他的財務報表 會計報表送到主管機關來備查 喔好 那立產還有一個問題在請教部長 就政黨或政治人物設立了基金會 培養自己的人馬 收受外界的那個監管 還幫忙政黨或候選人辦活動啦 擬定政策 請問部長 這些基金會的活動 其實跟政黨有很大的相關 如此一來他算不算 基金會算不算政黨的一部分呢 您講得很好 其實將來在政黨法討論的時候 對於劣勢 將來以政治目的的這個基金會 是不是也納入在政黨法裡面來規範 我想這是可以大家來討論的 感謝部長 那我最後一個問題想請教部長 因為我也注意到了除了政黨法以外 我們還有一個叫做財團法人法的草案 也在立法院躺了十幾年了 相信部長也很清楚 那不管 部長您覺得人團法的草案 目前在我們對於基金會的管理面上 比較寬鬆嘛 那請問部長您有什麼想法 財團法人法是由法務部來擬定的 那麼人民團體法是內政部 那麼過去人團法的這個部分啊 我們是採核准制 但是我們希望改成報備制 但是我們重點在怎麼樣加強這個社團之間 他們彼此的這個相互合作 我們提供一個平台 往這個方向來做 但是我們也希望所有的社團要規範 他的財務要公開接受徵信的這個 這個要接受徵信 好那法務部是要補充嗎 沒有啦好OK 那其實本席對這方面就很多的好奇啦 那也本席強調 國民黨應該就黨產問題 給社會大眾一個合理的交代 其實黨產是國民黨 就是不得逃避的課題啦 否則永遠都會被質疑被攻擊 但是深化民族發展的角度來看 只是我們只是處理國民黨的黨產是不夠的 其實黨產爭議是轉型爭議的一部分 可是轉型爭議除了真相還言以外 也要預防相同的問題再度發生 那部長您可以認同嗎 就是除了真相還言以外 也要預防相同的問題再度發生 二十年來台灣的民族發展已經是亞洲第一了 那可是呢我們的經濟發展卻是落後人家一大截 所以呢我們還要在內鬥內耗下去嗎 部長您覺得呢 我想您說得非常好 其實轉型正義就是要了解過去的真相 讓一些有錯誤的要改正 那預防未來還有劣勢的這個錯誤發生 好 那本席也就是公開呼籲 如果真正的為台灣好 我們第九屆的立法委員 就應該要儘速訂定政黨法跟財團法人法 才能彌補我們目前法治上的切漏啦 部長您認同嗎 非常贊成 就是我們要建構我們未來的 那再拜託部長 是 謝謝 接下來柯建民委員 是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